好来看到823炮战退五老兵何阿谦今年93岁了 那么黄复兴黄荣华地区党部特别是为何爷爷来庆生 那么党部志工伙伴是前往了道贺大家合唱生日快乐歌 那么何爷爷非常的开心紧握大家的双手来道谢 中国国民党黄复兴党部黄荣华七区黄裕复党部 为资深党员继823炮战英雄何阿谦93岁庆生 由常委张万元率区主任吴新闻以及干部们 期待蛋糕到富里乡永邦村为何阿谦老爷爷来庆生 并且跟家人共同祝贺何爷爷俘如东海寿比南山 全体干部为何爷爷唱生日快乐歌祝寿 现场温馨热闹洋溶溢着快乐氛围 祝你生日快乐 不认为何爷爷当高兵 这害怕 你正定了 你的心里正定下来 我们今天连长来正在 正在 保护法力天都会保护 正在我 做到九十三岁 不理乡名代表也是何爷爷的女儿何桂香说 父亲中党爱国三年前依父亲的想法规划一个陪父亲重返金门的家族旅游行程 实现父亲想重游与军中保折同生共死的金门战地 在三年前我就跟我儿子我们就私下安排好了 就带他到金门去游玩一次 当我带他去 他都想要去的地方 我每个地方我都带他去 去到那个八十三炮战的纪念碑的时候 他放声大哭 他说这个地方是他伤痛的地方 也是他很想要再来看的地方 他为我在那边牺牲奉献 还有在忘在即 那个树他都还记忆犹新 他说那个树都是他们在那边种树 为了以后 因为刚开起的时候 刚起的时候金门是光扑出的一片 我们的国军就在那边种树 以后希望百年以后可以把金门打造成利益盎然的一个城市 所以他付出过 所以他很想念再回去 所以我们做子女的完成他的心愿 黄玉副区党部主任吴欣文说 赶佩和爷爷为党效力 为国家与全台湾人民 在战争前线遇写抗敌的牺牲奉献精神 全体干部献唱生日快乐歌 场面温馨感人 记者高中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